留学回国人员证明11月1日起取消了 这些材料注意保存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编点小花 今天的一分钟一个管理小知识来啦 为了简化留学回国人员办事程序 自2020年11月1日起取消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2020年9月30日前已提交申请的 驻外使领馆根据留学人员意愿提供相应服务 已经受理使领馆开具时间晚于2020年11月1日等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仍然有效 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取消后 相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实际需要 可通过留学人员提供的国外院校或科研机构录取材料 国外院校颁发的学位证书或毕业证书 国外院校或科研机构出具的学习进修证明材料 或留学人员资源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 认定留学人员身份和经历 可通过留学人员护照及签证 出入境信息 回国行程票据等 确定留学人员在外留学期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编紧小花 想要了解更多出入境政策和移民管理小知识 记得持续关注我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 好了 以上就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编紧小花 想要了解更多出入境政策和移民管理小知识 记得持续关注我 未经许可关注宜 可喜 通过